2022华联县原住民族联合封年节 日前热闹展开到圆满落幕了 地方环境是否良好 一般均可见端倪 而负责地方环境清理的有限责任 华联县原住民陶浦阁 机关劳务劳动合作社的同仁们 在努力之下 更被不少前来的民众称赞 是很用心环境的守护天使 2022华联县原住民族联合封年节 在7月22日、7月23日和7月24日 三天在德行运动场旁大草皮上的登场 吸引外的游客和乡人一起来欢庆 而入口处并且摆设100多个堂位 来增进部落的经济产业 负责地方环境清理的有限责任 华联县原住民陶浦阁机关劳务劳动合作社 理事主席王审刚主毕嫂表示 在决力争取2022年 联合逢年节环境管理人力工作机会 也带领了水源部落泰鲁格族的主任们 用心维持现场环境清洁的工作 联合逢年节是原住民一整年来最大的盛事 那这次因为疫情的缓解 人潮汹涌 所以垃圾量也特别多 我们原住民合作社 是这次承揽了协力厂商 唯一的原住民身份的 我们坚持一定要用部落的人 我们这次也不计成本 那拥有最多的部落的族人 一起来维护清洁 那我们的表现也非常好 即便现在也在做收尾的工作 那我们也证明了 部落团结在一起力量是很强大的 也借由这次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然后找回自己部落的信心 终于我想要说 德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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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告诉他表示 在默默心情付出环境整洁 垃圾分类的主任表示 从热闹展开到圆满落幕的期间 造访民众也有人自主 响应垃圾分类 现实民众已经养成资源分类好的习惯 再欢迎各地民众观影的时候 期盼参与民众能够享受到 结白纯真的花莲 能够享受好山好水 好干净的花莲风光 记得终于黄色伯导